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强盛与衰败都如此的迅速呢 严守城门不要放走任何人 诺 主夫 你是来杀寡人的吗 赵章谋逆 我奉赵王之命诛杀赵章 赵章不在寡人的宫内 杀赵章者 重赏 全部礼 天杀的赵章 公元前二百九十五年 战国中期 在一个叫沙丘宫的地方 赵国王族之间相互杀戮 你杀我呀 为何把我生在赵家 反叛的公子赵章被杀死 赵国的主妇赵庸被囚禁 赵永就是赫赵有名的赵武凌王 战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他唱到胡福奇社 以一己之力将赵国带到强盛的巅峰 没有人想到一代枭雄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 赵国的故事就是一部匪夷所思的传奇 你杀了我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像 meistens 录像洛遇护 录像 adesso 有し录像 Khwe 吴夕 姐姐 姐夫 吴夕 请 请 赵雍之前一百多年 赵氏先祖赵吴夕 是晋国的重臣 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的一天 赵吴夕邀请代国国君宴迎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姐姐 一向可好啊 好 一向都好 来 上酒 这是静侯的酒 天下最好的酒 来 果然是好酒啊 好 姐夫买当时的大英雄 无序敬姐夫一杯 来 姐姐同意 好酒啊 好酒 请 请 快看我 快看我 走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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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野出去 再走 走 走 大王 切血无情 爆裂任性 这是赵家人的兵性 赵无序灭了代国之后 俱为己有 赵氏的土地大大增加 时代在裂变 旧有的秩序被抛弃 弱肉强食大行其道 春秋末期 建国国君形如傀儡 土地被豪足瓜分 豪足之间攻伐不断 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 实力最大的治氏 联合韩魏两家 企图灭亡赵氏 军上 粮食最多还能坚持一个月 一年多了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浸阳就是一座死城 可恶的致氏 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呀 冯谭亡赵氏的存亡在你身上 冯谭亡赵氏的存亡在你身上 制止死地而互生 孟谭亡 永远是赵人 赵氏命运多传 几度兵临灭族 爆裂的性格很容易制造敌人 而有些敌人是致命的 这一次赵无序微如雷乱 一百多年前 韩氏就赵氏孤儿 赵人一直不敢忘 我们是一家人 唇齿相依 只是虎狼之心 灭了赵人 接下来一定就是韩人和卫人 唇王齿寒哪 赵氏孤儿 三甲联合 至世可灭 寒衛 救命之恩 赵氏 一定 后报 君上 先生回来了 快 快请先生 君上大事已成 天佑赵人赵人有救了 哈哈哈哈 崩潘 你是赵人的功臣 来 赵氏几乎崩溃的时候 韩魏两家倒戈 赵魏涵三家联合最终灭亡了治世 请 瓜分了晋国 史称三甲分晋 来 给先生行礼 强悍的赵无序成为赵国的殿基人 天 天 终究不灭赵人 记住 我们是赵人 赵人 我老了 命不久矣 父亲何出此言 我打算 传位给赵焕 我是赵家的嫡长子啊 父亲 先父传位给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嫡处啊 天下都是嫡长子即位 为何救我不行 我们是赵人 赵人不同 父亲 上古时代 各国都奉行嫡长子继承制 但肇事不同 父亲 他们任性作为 没有规矩 喜欢谁就立谁 父亲 任性和爆裂是孪生兄弟 一言不合 一气之下 赵氏就怒发冲冠 斗殴杀伐 在赵无序之前 六代赵氏 至少有四次兵变残杀 赵无序将军位传给了侄子 儿子因此怨恨 内乱不可避免 因为内乱频繁 赵国一直实力有限 经常被大国欺凌 直到赵雍即位 这就是小女 叫什么名字 我叫娃盈 为寡人古琴如何 小晨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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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寡人游猎大陵 梦中遇到一女子 就叫我阿盈 唱的歌也一样 奇怪了 天下竟有此其事 愿意陪在寡人身边吗 赵雍做王第十六年 这个叫娃盈的女人 成为赵国的王后 没有人想到 这个女人不仅改变了赵雍 也改变了赵国的命运 你们都看到了 这个服饰我们穿了很久了 可是 它不适合作战 你觉得呢 赵成 大王 君主有君主的衣服 大服有大服的衣服 百姓有百姓的衣服 这是数百年来的规矩 不能说改就改 穿衣务必符合礼数 施了礼就会偏离正当 大王请三思 背叛圣贤远离教化 这怎么可以呢 这真是 马总生 这是寡人的战马 赵搜 骑上去 大王 这是何意 骑上去 大王 赵文 大王 你试试 赵成 大王 大王 你要不要试试 我这衣服 衣着不便啊 我们 Они 都看到了 她 都看到了 看到了吗 看看我们的周围 楚国 秦国 魏国 哪一个不是虎狼之心 还有中山国 仗着齐国的兵力 侵占我土地 俘虏我百姓 这个仇至今未报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中山一定要灭 赵国的疆域 一定要向北延伸 这是 寡人的心愿 也是所有赵人的心愿 可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怎么来完成 所有赵人的心愿 虎狐 穿虎狐 更容易骑射 听明白了吗 大王远见着实 乃赵人之幸 见大业者 不拘腻于救赎 非议 明日就穿虎狐 赵废 赵庸 爆发出了 惊人的创造力 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胡扶齐设 只是开示 赵庸要锻造一个强大的赵国 一个可以争霸天下的赵国 仅仅 仅仅十年时间 赵庸征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赵国的疆土延伸到了草原深处 连续不断地攻打中山国 直到这个心腹之患 被彻底包围 赵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拜见父亲 快看 啊 啊 啊 嗯 嗯 啊 父亲 这一年多以来 太多人指责你了 你的叔祖赵成 先王的重臣肥义 都不同意立你为太子 既然不能服众 寡人只有李赵和为太子 父亲 我是嫡仗子 父亲 赵和才十岁啊 寡人之意 已决 父亲 父亲 我是嫡仗子啊 下去 父亲 我是嫡仗子 吴娃死后两年 赵雍废了太子赵章 直接将王位让给吴娃的儿子 年仅十岁的赵和 熟悉的一幕又开始上演 大王 大王 从今天开始赵国有了新王 你们要像服侍寡人一样 服侍新王 竭尽心力 服侍新王 拜见新王 赵章 大王 赵雍的任性远远超过了祖先 他放弃了王位 号称主父 威名传遍天下 大王 年富力强的赵雍为何会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赵雍缔造了战国时代最强大的骑兵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赫赫有名的骑兵军团 没有人知道赵雍心中有一个大愿 让位与幼子是实现大愿的第一步 从赵国的高原南下 骑兵直接攻击秦国的都城 在赵雍眼里 只有秦国才是赵国的对手 打败甚至灭亡秦国 这是赵雍的大愿 赵使尽见 赵使尽见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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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的主妇可好 主妇忙于游历 不过一直惦记着秦王 待寡人问候主妇 回馆衣歇息吧 谢秦王 赵勇威服乔庄来到秦国 他想亲自了解对手 如果在邯郸做王 他既没有时间 也很难如此冒险 从秦国归来之后 赵勇迅速灭亡了中山国 他不仅是改革的领袖 杰出的指挥官 成功的冒险家 还是一位天才的制度设计师 在攻打秦国之前 他还有最后一件大事 需要完成 一百多年来 邯郸和代底因文化差异 一直矛盾重重 赵国因此内乱不断 赵勇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将赵国一分为二 两个儿子分而置之 而他以主妇的身份 统领整个照顾 小臣拜见大王 主妇宴请大王 请转告主妇 大王知道了 主妇设宴 这赵章一定会去 我担心其中有诈 公子章野心勃勃 天不理残忍耗杀 两人必定图谋不轨 大王不能去呀 主妇设宴 不能不去 带我前去查看 大王等消息 我若有事 不要犹豫 法兵攻灭逆贼 相邦不能有事 有更好的办法吗 大王 这没有更好的办法 沙丘共 位于邯郸和带地之间 赵雍希望父子三人 在这里达成共识 他没有想到 两个儿子集气后面的两股力量 视如水火 他们只想杀死对方 主妇的宴席 设在哪儿 没听说今晚有宴席啊 果然有诈 相邦 肥义曾经是赵雍最坚定的支持者 但这一次 他以生命为代价 反对赵雍 无论如何 国家不能分裂 智慧如肥义 也不能理解赵雍 改地的大儿子赵章杀死了肥义 但实力雄厚的王氏贵族赵成 支持邯郸的小儿子赵和 归何把我生在赵家 赵成不但杀死了赵章 而且成乱囚禁了赵雍 天杀的赵成 你杀了我儿子 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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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活命的赶紧出去 退 赵成 你杀了我儿子 我的儿子 王氏之间的残杀 王氏之间的残杀就这样阻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 赵成 赵成 我是赵雍 开门 开门 赵雍失败 分而至之 不是分裂赵国 而是为了聚拢双方的力量攻打秦国 这是一个天才的设计 但过于理想 赵雍低估了人性的复杂 人心是很难设计的 一代萧雄 饿死在沙丘宫 我是赵雍 我是赵雍 赵雍死后十多年 秦国一家独大 唯有赵国与其抗衡 赵雍死拜见秦王 赵雍死拜见秦王 这就是寡人要的宝物 好 好 天下再也没有这样的宝物了 恭贺大王万岁万岁万岁 恭贺大王万岁万岁万岁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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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石碧有一处瑕疵 让我指给大王 都别过来 谁敢过来 我就用头撞住 粉碎何石碧 都别动 赵王摘见了五天 才派小臣给大王封送宝物 因为赵国尊重秦国 今日大王见我 态度傲慢 群臣喧哗 目中无人 秦国承诺的十五座城 能不能给赵国 我看不出诚意 赵氏的意思呢 大王若能答应摘见五天 用九宾之礼相迎 我就凤凤秦 令相如是典型的诏人 不畏强权 无惧死亡 任性而暴烈 战国后期 面对强秦 当其他国家都苟且偷生的时候 赵人一直在反抗 冯廷派人来 说上党宁死也不详秦 想归赵 谁愿意做秦人 搞都不愿意 是接受 还是拒绝呢 秦国图谋上党很久了 上党归赵 是韩国想嫁祸于赵国 臣以为赵国不能接受上党 上党有整整十七座成议 如今这年头 得一座都难 何况 白宋的十七座 秦强赵若 秦国若为上党 而攻打赵国 后果不堪设想 上党高地 居于秦赵之间 失去上党 邯郸就失去了屏障 拒绝上党 拒绝上党 得一时之苟且 接受上党 赵国还有战胜秦国的机会 说得好 秦首旁观 秦国今年可以不攻打赵国 明年呢 后年呢 谁能保证秦国永远不攻打赵国 赵国和秦国 迟早得有一战 连魄早就等待这一日 做准备 接受上党 公元前二百六十二年 赵国接受了韩国的上党 愤怒的秦国大举功诏 在长平一线 秦赵两国各自囤积了数十万重兵 双方实力相当 僵持不下 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 大王 大王 秦国不愿意借粮 我们的粮食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四十多万人 两年了 再多的粮食也经不起消耗啊 连魄长于防御 短于进宫 战事再拖下去 对我们赵国不利呀 大王 大王不可 赵阔熟读兵书 但战场不是坐而论道 需要经验 可连婆周围 全是代帝之人 不肯死战 名将发育卒 赵阔在邯郸长大 臣担心哪 赵阔精通兵法 或许另有其谋啊 上卿的身体 寡人甚是担忧啊 连婆出身于代帝 邯郸的赵王和贵族 一直不信任代帝的将领 纸上谈兵的赵阔 最终取代了擅长防御的统帅 连婆 开门 是赵人 从长平来 开门 告诉大王 赵人 败了 赵人 赵人 地 intuition 赵人 败了 赵人 败了 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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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之戰,除了二百四十名年幼者,四十多萬趙族被坑殺 這是上古時代最慘烈的一場戰爭,他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趙國從此再也無法和秦國抗亨 秦人一統天下,已成定局 長平之戰後,秦國一直圍攻邯郸,企圖一舉滅亡趙國 疲憊而虛弱的趙人只能四處求援 是 君上已經進去兩個時辰了,怎麼還不出來啊 這合縱之事看來難成啊 老須,老須,老須,老須 徒宇裝臥,老須,老須 老須,老須 老須了 老須,老一 Tun sometimes 老須,老同 老須! 老須,老須… 老須也… 合纵之事 三言两语辩客决定 为何 此日出谈之日中 仍未商定 大王 魏国已答应出兵 就等楚国了 秦人 解虎狼 赵国要是灭亡 楚国也不能长久 三国合纵 秦军必败 楚国 收复失地 重降国威 百利而无遗憾之事 为何 迟迟不能决定 毛岁不解 公子的门客 果然名不惜传 毛岁小儿返上 请大王千万不要计较 毛岁 还不快退下 刚直爆裂 慷慷 慷慨悲歌 这是典型的赵人性格 赵人 赵人可以被打败 但不可以被征服 当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悲痛的赵人 同仇敌开 一致对外 邯郸久攻不下 秦军只能撤退 秦国不得不放慢 一统天下的步伐 尚将军 大王密令 大王 昏了头了 竟然以月圣取代我 月圣是个什么东西 怎能和尚将军相提并论 大王 还是不信任我们待人 连婆被赵国 出生入死 大王 可曾想过我们的感受 月圣那个样子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杀了算了 上将军连婆 是赵国后期的栋梁 因赵王不信任 一怒而反叛 逃离赵国 赶走连婆的是赵燕 赵武灵王的重孙 与其祖先相比 赵燕的任性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爱上了一个昌忧 赵国的男人慷慨悲歌 赵国的女人 也非泛泛之辈 奔富贵入后宫 遍其诸侯 六国之中能歌善舞 妩媚迷人者 大多都是赵女 寡人有件大事 与各位商议 赵女贤淑善良 寡人玉立为后 自从有了赵女 寡人心情好多了 与谁家的女子为后 郭开认为 是大王自己的事情 各位没有意见 就这么定了 魏王 一直想把公主 嫁给大王 赵女可以陪伴大王左右 用不着利后 赵兰一意孤行 立昌幽为王后 连坡之后 李牧是赵国最后的救命稻草 李牧也出自带地 他威震匈奴 数次打败秦军 以一己之力 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赵国 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 李牧是秦人唯一忌惮的将领 相邦怎么在这里 将军也在 死马上 上将军 死马上 错了 李牧思通秦国 死罪 天杀的国开 赵国迟早回在你手里 杀李牧 死马上 你不该盼我 公元前二百二十九年 赵衍的儿子赵谦 设圈套杀了李牧 不该 一年后 赵国灭亡 跪 相邦不必下官 大将军 史记记载 赵人和秦人同根同组 周五王灭伤之后 去了北方的弟弟 成为赵人 去了西方的哥哥 成为秦人 赵人和秦人本是兄弟 他们的气质和秉性 一直非常相像 直到商鞅变发 商鞅改变了秦人 而赵人 一直是赵人 耗勇而气躁 任性 而胡作非为 他们性情暴裂 无视法度 破坏力十足 民间贯于私斗 庙堂望诸乱杀 十二代赵王 竟然发生了十一次 大规模的兵变和内乱 如此赵国 不可能不亡 如此赵国不可能不亡 如此赵国不可能不亡 国开 赵人将王国的责任 推到了国开身上 他们杀死了这个罪大恶极的人 其实王赵者 实为赵人 是二代赵王赵人 会发生了十分之一 除非欧队 第二赵王赵人 是一等多远 结束的结束 这的同时 由此但 似乎都是一等 虚度云 最悪一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鱼子铜上妄语行事 心窝脚逼鱼子写心 心悦无依 鱼子铜上妄语行事 修我毛巾 鱼子写脱 神悦无依 鱼子铜上 妄语行事 修我夹笔 鱼子写心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